失踪的泰坦潜艇失去联系无法找到 美国海岸警卫队宣布 失踪潜水器的搜索最终产生了负面结果 总统儿子亨特·拜登认两项税收轻罪 司法部文件显示 拜登儿子亨特·拜登认了两项税收轻罪 乌克兰恳求美国提供F-16战机 乌克兰飞行员表示 只能驾驶上个世纪的苏卡25战机 根本无法对抗俄罗斯 美国南部与西南部恐有极端酷热 德州发出高温警报 且预估将有数十万户 恐因电力不足陷入停电危机 一名联邦法官 活回阿谦瑟州 禁止对跨性别青年 进行性别确认治疗的法令